是否看得清楚,已经听得清楚,请打个1 或者说工作人员也打个1 我看看,科资电子快一点,能不能听得到 能不能听得到,可以是不是 那今天呢 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储恒医学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 储恒医学院第17期的教学 第17期了 阴宅风水高级班第9课的内容 风水 这个阴宅风水高级班 讲到第9课的话呢 我们呢,就基本上这个课程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周呢,就会讲一些 考试的内容 考试呢,也挑了一些比较难的 难度比较大的案例 发给大家,大家好好的去 好,好好的去 看一看 去看一看 第9课的话,我们讲这个10个案例的话呢 大家要好好的去 看看我所讲的内容啊 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第一个,下葬的案例 下葬的案例 很多时候呢,你看 如果 下葬的案例 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 那如果是火化的话呢 它暂时是保管在这个 宾渔馆的话呢 我们呢,就不着急 我们就不着急 不着急 但是呢,如果是确定要用土葬的话 确定要土葬的话 确定要土葬的话呢 那么我们呢,还是要认真的去做好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第一个,折日的工作 折日的工作 折日,如果你是土葬的话呢 这不是日子比较赶啊 一般在三五七天 三天 五天 七天 你就要折好日子的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传统的折日法的话 你是很难折到一个好用的日子的 因为三五七天 时间很紧 所以说我在折日这块的话呢 我是在下一期啊 我下一期会教给大家 这个折日怎么折 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 因为折日可以改命的 把这个日子折好了 可以改命的 我不敢说可以改你一辈子的命 我不敢说 最起码你三五七年 三年五年七年的命运 我以为这个折日而改变 所以我下一期会重点减 折日 但这 这堂课我就 没有把重点放在折日上了 你们想 学这个 折日学的话呢 可以 在下一期报考徐老师的课程 那么下葬这个案例 你看哦 嗯 首先呢 像这种老人家去世的话呢 最好呢 提前点穴 最好呢 提前把这个穴位给看好 不要到领老了才看 一般呢 人过六七十岁 退休了 有条件的人呢 有条件的话呢 都提前把这个穴位给找好 退休后 花个十年八年来找嘛 我又不会叫你马上找到 花个十年八年 慢慢的去找 说说你 多少要懂点 风水的知识会好一点 你找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你就 请当地的师傅 再确认一下 或者说你自己 跟着徐老师学 觉得这个穴位好 你先把它给用上来 据于这个墓地啊 什么老虎下山啊 什么白鹤长翅啊 这种名称啊 你不用管它 这种名称啊 你是不用管的 你现在这种名称的话 你还不由己见 就看四项啊 因为你去到一个地方啊 你一看四项啊 这个局很好 如果你看四项 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对吧 你想点这里 你看这些地方 格局够不够大 有没有左青龙有杀 右白虎有杀 前方开不开阔啊 后面有没有靠啊 你先把这个整 整会了再说 再想 到底这个穴位 穴位 点在这里 对不对 还是往下面点一点 还是往下面点 再根据这个 来龙啊 还有一些水口啊 我们再决定这个朝向 所以不着急的 你手片里 先慢慢地去找 找到 这个四项有点像了 左青龙又把这个四项有点像了 就弄了 就可以弄 第一个 看四 点穴啊 先看四项 其他的先别管 其他先别管 以后正穴有很多方法 正穴 你这个穴点的对不对 正穴有很多方法 其中呢 看泥土的颜色 看泥土的颜色 泥土的颜色一般 你们老是说什么五色土 五色土 其实 真的在现实半中啊 你很难 从变形哪几种颜色的 你只要看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有两三种不同的颜色 就差不多了 其实细微的五色土啊 它是没有标准 它最起码呢 有两三种不同的颜色 其实你看起来有点 这个颜色有点花 这个颜色有点花 就差不多了 另外呢 把那个泥土啊 抓一把在手上 以后呢 会不会因为水分很多 而成一坨 或说一点水分都没有 一扎它就散了 一团散沙也不行 一团泥巴也不行 就看那个水 看那个水缝 看那个水的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要占多深呢 有些师父呢 占得很浅 有些师父呢 占得很深 这个你要看到那条龙啊 如果是在 哎呀 如果是在高坡上点穴 如果是在高坡上点穴的话 那肯定要占的钱 请记住啊 占的钱 如果是平原上点穴的话 肯定要占的深 这个是有一定的比较 有一定的比较 但是再深呢 也不能超 两三米 一般两米 以下就算深的 再浅的话呢 你最起码也要有一米深 大部分的藏穴的话 都是一米到两米 这个深度 一米到两米 这个深度 大部分的藏穴 都是一米到两米的 这个深度 一米到两米的 这个深度 接着你记住就好 只要这个坟 很多人说 龙增血财增 这才有利 那肯定是龙增血财增 龙增血财增 龙增血财增 它包括了 你行龙要对 就龙入手要对 龙入手要对 第二个的话 坐相要对 这个坐相的话呢 它是要根据龙入手 第一个要根据龙入手 去判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要根据水口 来水口和去水口 来判断这个坐相 因为坐相可以 这样摆这样摆这样摆的 它一开始还没定下来 第三个呢 要根据周围的杀风 来判断 到底我立这个坐相 生杀旺杀财杀多不多 或是我立这个坐相 如果卸杀 如果卸杀 杀杀很多的话 我就不立这个相了 我就往这边来立 我就往这边来立 是这样来看 说坐相是比较 其实坐相啊 是基本上是点完穴之后 再确认这个坐相 点完穴之后 再确认这个坐相 再看这个坐相 利用哪里好 最后才 最后才那个 最后才那个考虑的 最后才那个考虑 这点请坐 反正呢 这个案例就告诉你 如果要土账的话 退休了 花个十年八年 找个地方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找个地方 千万别着急 你先看看这个事项 符不符合先 事项符合了 再考虑别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第二个案例 杨宅改相 杨宅改相 我们是注意些什么呢 因为杨宅改相 经常会这样的 很多时候呢 你请了别的师父 或说你没找别的师父 你请了别的师父 或说没找别的师父 然后呢 你就自己立了这个大门的朝向 立了这个大门的朝向 以后呢 根据这个大门的朝向啊 要立了大门的朝向 才选日子的啊 以后呢 选动土的日子啦 下时的日子啦 上梁啊 打造啊 等等的日子啊 结果现在 其实说老师话 只有动土的日子 还有入火的日子 你选就好了 如果像以前那样啊 动土又得选 下时又得选 气墙又要选 上梁又要选 打造又要选 那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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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自己立了这个向之后 如果你要改向的话 是没问题 用我教的方法来改就好了 用我教的方法来改就好了 当然你这个洋宅改向法 如果你能改门的话是最好 你确实没法改门的话 或者通过改门都没法调整的话 就用我的方法去做这个洋宅改向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一定要懂择日这个 因为你一改向是坐 向都改了 这是坐和向都改 其中这个坐山改了的话 就是一定要择日的 比如说你如果 由这个鬼山改到这个丑山的时候 其实它整一个 择日都要重新来 因为鬼山属水 丑山属土 鬼山属水 丑山属土 你不择这个日子的话呢 你是没法 这个坐山 没法忘了 这个山 没法忘了 这个坐山 所以因为择日 它有福龙 补山 福山补龙 福龙补山都一样 福龙补山的这个作用 你这个是鬼山属水 这个丑山属土 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五星 所以你从鬼山改到丑山的时候 你要择日子 土 活土比较旺的日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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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宽 洋宅改向 重债什么 责日 请记住啊 洋宅改向 重债责日 重债责日 选址重建 选址重建的话呢 选址重建呢 嗯 一般 如果客户 他有这个经济实力 啊 呃 如果你有这个实力啊 选址重建 如果你有这个实力 你就去选址重建 没有实力的话呢 还通过洋宅改向来做 通过洋宅改向来做 一般呢 只有这个房屋啊 龙 龙 血 沙 水 像 啊 这个沙 龙血 沙 水 像 没有一样 符合的 啊 我说的是洋宅啊 龙血 沙 水 像 鹰宅也是一样 龙血 沙 水 像 没有一样 符合的 嗯 那么你就考虑 这个 选址重建 啊 考虑这个 选址重建 而且选址重建 如果你要选的话 洋宅 守众 杀水 啊 洋宅守众 杀水 啊 洋宅守众 杀水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村里面 或者说自己有机会建法子的话 你只要考虑 杀水是否 符合 就足够了 啊 这个项 或者龙和血 你是没法太多的选择的 你没法太多选择 啊 你只要用这个过路阴阳这一套 啊 杀水 符合就差不多了 啊 杀水符合 就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你是做 阴宅 或者说自己建的房子 自己建 可以随便挑朝向的话 把龙考虑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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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考虑龙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用这个 三级的走向 你是 预估 我这里说的是预估啊 预估三级的走向 预估三级的走向 我这里说的是预估啊 其实你在现实当中呢 你要有一双风水的眼睛 你多看几块地 你看一些古墓 你多看几块地 它是怎么样的 这个三级来点几个穴的 基本上也OK 因为三级啊 你站在远处看的话 它大概也就是 这么徐徐的走来 那你点的穴 可能就是在这些地方 也是八九不离十的的 可能这些地方 也是八九不离十的的 也就是说 更靠近真正的穴点而已 更靠近真正的穴点而已 这个你要你自己去多看 这才行 多看 好 再看一个 松载 玄子 重建 松载 玄子 重建 松载一般 你没有法术的话 你很难做 你很难在原来的地方 做起来 很难的 什么叫松载呢 并非说 这里杀过人 当然这里杀过人 他也算 或是这个人意外死亡的 这个也算 但大部分都是 你在建房的时候 下面挖到坟墓 就是地基 下面有缝 地基 下面有缝 这种的话 如果你不懂得 这个法术去处理的话 比如说一些超度的法术 等等 这些 你还是得选址重建 选址重建 或是不住这里 来租给人家 还是要选址重建 选址重建还是一样 注重龙血沙水像 阳宅的话 把沙水注重 阴宅的话 把龙和血注重一下就好了 或是把龙和四象 其实很多大家都以为 点血点血套 点的血 其实呢 我自己也不敢说 我点的血就百分之百就很好 我也不敢说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很多案例 大家都知道 你们明天看那个照片的时候 就会看到了 大家都知道是在这一片来点血了 都是在这个向阳的这一面来点血 到底点哪一个才是最最好的 很难的 很难的 因为这个地形地貌啊 它因为人为的原因啊 它基本上都变化很大的 变化很大的 变化很大的 所以说一般呢 我们把龙给搞对了 因为龙它会注 龙对了 它会注定你的 坟墓的朝向 阴宅的朝向 然后呢 再把四象给搞定 就龙 和沙水 还是龙和沙水 龙和沙水 也就是四象的配合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为小孩调床位 为小孩调床位 一般的为小孩调床位啊 不 文昌局 请记住 在阴宅风水 就是爷爷奶奶背 爷爷奶奶的阴宅 或者前面的阴宅 没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只要调文昌局就可以了 不用再调别的东西 调文昌局就好 来 我们来看看 怎么调文昌局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小孩 是丁有年出生 有个最快的一个方法 那是丁有年出生 丁是不是认丁也合 对不对 是不是认丁也合 对吧 是不是认丁也合 有 是不是四柔丑也合 只要天干几核啊 五核 只要天干五核和地之三核 这几个数据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的房间 就是你的房间 房间记住 房间 当然你可以从整个房屋来考虑 从房间来考虑 房间中间打楼盘 找出认丁 四柔丑 五个方位 看床头可以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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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 比如说如果床头摆在丁 你挑一个日子 火旺的日子 形容曲找血可靠吗 肯定不可靠啦 形容曲它是一个商品而已 靠形容曲能点血 那还用学习那么麻烦吗 说这东西假的 用形容曲点血啊 都是假的 我可以这么来说 不用 我没见过哪个 出名的师父用形容曲来点血 浮游人的师父就有用形容词点血 也就是说 刚才讲啊 不过说如果你等在整个大太极里面 整个家里面找出 丁任四柔丑 给他摆 这个 这个 床头就更好 床头啊 摆床头啊 但是一定要配合择日 因为你学了阴宅之后 你就会知道 择日是一门必不可少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技能 你风水你既然摆 那样摆 既然摆那样摆 可以 没问题 随便你摆 但是你没有择日这门技术 作为引爆这个风水的能量的话 你既然摆 那样摆 它的能量没那么快发挥出来的 等它的能量发挥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 拜得一塌糊涂了 所以说 你很多时候你你你你把人家布风水局这样摆 那样摆 摆 这个日子 把这个风水局的能量激发出来就好 激发出来就好 好 好 帅母的案例 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懂风水的话呢 很多人都会来找你的 小孩睡哪个房间不重要吗 肯定重要我都说了嘛 你能在大太极里面找到 符合他命格了就更好 你没办法在大太极里面找到 你就直接在 他的房间里面 把他 把这个床位给挪好就行 挪好就行 但是要摄日 不过来说要摄日 其实很多时候你懂得阴宅的话 你敢不敢把人家做 比如说 楼上楼下 隔壁 有老人家去世了 来人家上门来找你 你够不够赶量去 把人家做这个事情 你能不能够 你能不能够 你能不能够帮人家做这个事情 请记住啊 你帮人家做这种 藏武的案例的啊 或者说 有老人家去世的案例 你一定要确认好他到底用的是火葬还是土葬 如果是火葬的话可以缓一缓 就不着急 如果土葬的话呢 你要抓紧先择日 这是肯定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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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 但不管你是日后入土为安 火葬的日后入土为安 他也要 重点要在这个 四项这里 也就是沙水配合这里 不要沙水颠倒 你最起码的要做到这里 剩下的才去打那个罗旁 看什么这个伤头在人旁 哪个方位上属于什么人旁五行 跟我的这个缝的坐像 是产生生克哪些关系 水口在哪个 用地旁来测水口 还要用天旁来测水口 在哪个方向来 这是需要我们要考虑的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很多时候你说 寻龙点缺这东西吧 你寻龙 我都说了 如果你没有在退休后 马上做这个事 你是没法做的 我跟你说 寻龙点缺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在这个退休后 你自己就花个十年八年时间 慢慢找 你以为真的用个十天半个月 就能找到好地方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而且记住啊 是先点到穴 再寻龙 根据这个龙穴 沙水像 根据这个四像和沙水 点好穴 再寻龙 最后再立像 这点请记住啊 最后再立像 请记住 先根据四像和沙水 进行点穴 把穴点好了 再寻龙 寻完龙了 再立像 寻完龙了 再立像 这点请记住啊 这个也是 很多师傅都不教你的 没有 你以为新龙 选什么龙穴 沙水像 就先搞龙 再搞穴 再搞沙水像 错了 像是最后搞 但沙和水 是第一个搞 第一个又搞起来 正所谓入山光水口 灯穴抗明堂 不是搞沙水 是什么 入山光水口 灯穴抗明堂 说白了就是搞沙水 你先把沙水 把四像搞对了 再琢磨一下 这个穴位点哪里 这个穴位一挖进去 没问题了 再寻龙 寻完龙就根据寻龙的数据 再结合沙水的数据立像 但还是一样啊 你 不要做这种事情啊 比就快 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 所以说每个风俗就不一样了 有现在三年后 三年后再择日 千丈也有的 三年后再择日千丈 也就是说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 他很多时候他会 因为有快速的下降 那么他就会用最快的速度 先挑到一块比较好的地方 其实这个比较好的地方 第一个是不进水 骨头不进水 没有蚂蚁 没有老鼠啃咬 等等这些 他注重龙 注重龙气 这个时候一般的不立碑 不立碑就无所谓 杀水 不立碑 不立相 就无所谓杀水 就无所谓杀水 所以说 每个地方 他的习俗不一样啊 我走遍的全国美呢 有些地方呢 一开始是快速的找个地方埋 他这个地方是注重龙气 注重龙气 但他不立碑 不立碑的话呢 他就无所谓杀水的问题了 没有立相 没有杀水的影响 他只注重龙气 用这个地气啊 来滋养这个死人的骨头 说三年后 这些皮肉都没了 你去把这个骨头挖上来的时候 是金黄色的 就是干燥的 把这个骨头去金黄色 就是干燥的 就是说呢 再迁到你用了三年时间 造的那个地方 用了三年时间造的那个地方 这个很重要啊 按利七 每永远的风水 按利这个的话呢 主要是注重内部的构造 内部构造就够了 也只需要注重内部的构造就够了 那所谓的龙穴杀水 你很难弄的 但如果能够外部的杀水 能够考虑一下是更好 如果外部的杀水无法考虑的话呢 我们只考虑 内部的杀水结构 不出问题就行了 不出问题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折日 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折日 这堂课一定要学 当年很多风水 你把人家调风水 或者说布风水局 这个公司在这里 你是没法改的 你不可能就这样 帮走吧 放地方吧 那不可能的 谁敢请你来看风水 你只能够注重内部的构造 要协调 要呢 通过折日 开业 开张折日 或者说 你东边有小改动 或者说南边有比较大的改动 那我就南边折日 这叫修方折日 修方折日 修方折日 修啊 这个修 修理的修 我就进行修方折日就好了 但折日的功效 我在 这就是第十七期教学 我在习八期处行 就是过段时间 过两个一个月吧 就开始上课了 房地产公司风水布局 房地产公司 风水布局 那我们来怎么看看 房地产公司 一定要怎么做 房地产公司 它的重点布局在哪里 第一 整个小区的布局 就它这个建设的小区的布局 能够讲究龙穴杀水项的 一定要讲究龙穴杀水项 能讲究龙穴杀水项的 一定要讲究龙穴杀水项 不讲究 没办法讲究龙穴的话呢 杀水项要讲究 杀水项要讲究 如果杀水没法讲究的话 这个项要讲究 项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坐石草树 坐石草树 就是 小区的后面 要有高大的建筑 前面相对来讲 要开阔一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第二个的话呢 小区的销售部 销售部 每一个销售 每一个住宅小区 它都有销售部的 那销售公司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这个物业处的 销售部一定要坐在龙极极上 一定要坐在龙极极上 这个龙极如果你附近有山的话 沿着山的龙极极 如果附近每一山的话 你打开卫星地图 打开卫星地图 打开卫星地图 看你那个区的区政府在哪里 区政府政府市政府在哪里 以它作为十字交叉线 十字交叉线 看你这个小区是否坐落于 它懂等的线 没有怎么办 在45度角的交叉线 还有没有 仅能做到这一点了 仅能做到这一点了 其他没办法了 以区政府为中心点 划十字交叉线 看它有没有坐落在这里 没有的话 坐45度角的交叉线 看它有没有坐落在45度角 这些附近 附近也可以 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 问题 房地产的风水布局 娱乐公司业总会的风水布局 娱乐公司风水地的基础布局 给你们讲一共 娱乐公司风水地 他注重植物某某某朝向 这是第一个 植物某某某朝向 是桃花的朝向 我最喜欢的是 做某相友 做某相友 是最好的一个 做一路 公司总会的风水布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一般的挑什么呢 不要挑突起一个凹 这种地方来建 不要 而是在整个城市里面 地势比较低矮的地方 它凸起了一块 这块地 来建 一种柜 就整体来讲 地势比较低矮 没有意思吗 整体来讲 在城市里面 地势比较低 或者说你通过名字 什么大唐 大利 莲花池 莲池 这种地名 大概这个地方 大家告诉你 这块地方就比较矮 比较矮 这个时候呢 一凹中一凸的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选址 作为娱乐公司 一种会的风水布局 风水布局 好 我们再看案例诗 今天呢 主要是跟大家讲讲 一些经验 因为我一开始都说了 每一个风水师 每一个风水师 他有他的习惯 而且你给别人调风水 你不可能 七八个萌派 你都用上的 不可能 每一个老师教的东西 你都用上的 你能用上三个萌派的技巧 三套以上的理论 就已经算不错的了 你看三套里面就已经算不错了 那么升官的话 怎么调 这个怎么调 其实像这种公务员 一般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 私人办公室 一定要调 私人办公室 一定要调 手中 内部事项 也就是说 他这个桌子啊 能这样靠的 肯定要这样靠 尽量的 不要龙过堂 或者说 坐中间 孤苦伶仃 这样就孤苦伶仃 这样的就小人多 这样就有贵人 这就虎过堂 前面抬抗 后面抗 这是第一个 要做 第一个要做的话 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这个办公室 你要这样调了 对不对 这里下楼盘 这是哪个山 比如说他这个是昆方 折日很重要 你昆方属土 你折的日子 一定要活土旺 这是第一点 要记住 活土旺 这是第一点 活土要旺 第二点 那个日子 有文昌星 文昌 或者文曲 直日 你就可以用 这个是折日的 最高能力 第一 四项一定要OK 这是风水的能量 这是风水的布局 比如说 这个时候 看他做的这个方位 数什么五行 不是说昆方 数土 那你找一个活土旺 但是人家要升职 要加薪 升职是为了什么 升职什么 你这个日子 就要文昌 或者文取星道 就可以了 有文昌 有文昌 有文取星 道 就可以了 或者说 你这个日子 有太阳 月亮 到 也可以 这些呢 我们都会在后面的 折日课程 教给大家 你这个日子 有太阳 日 太阳 时 月亮 日 月亮 日 月亮 时 不就好了 所以说风水 我讲这四个案例 也只是说 跟大家交流一下 也把我的一些 看风水的一些习惯 跟大家讲一下 有时候很多时候 师父就这么简单啊 老师 三言两语就这么简单 确实是 你 做风水的时候 光键点就那么三两处地方 光键点就那么三两处地方 你调好了就行 剩下的再学一些 折日的方法 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好不好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 我们下一堂课的话呢 会考试 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下一堂课会考试 大家做好准备 考试的时候呢 我主要是 画很多图出来给大家 让大家好好地确认一下 这个风物风水 好不好啊 好在哪里啊 学阳 学阴宅 理论不重要 多到现场看 没办法去现场看 怎么办呢 在网络上找 在网络上找 照片来看 找视频来看 但是网络上 但是网络的照片和视频 作者不一定说的是真的 你先不管它 作者有时候 他讲那个数据 不一定是真的啊 他说 作者说 要看这里 要看那里 这个他是对的 当里面他给出的数据 不一定是真的 这点你有判别力 辨别力就行 有时候你要学阴宅 用我初级中级高级的理论 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时候 多去现场看 没办法去现场看的话 在网络上找照片 找视频来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网络上的照片和视频 作者他会告诉你 看哪里 看哪里 这个一般都是对的 但是呢 他给出的数据 给出的数据 就不一定是对的 这点 你要请记住 别当时 老师拿着这个数据来想 哎呦 怎么 他说的数据 跟我所学的不一样呢 他的数据是给假的数据 这点请记住啊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对徐老师的支持 希望大家日后呢 也多多支持徐老师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一堂课呢 会有这个 择日改命学 阳公择日改命学 交给大家 欢迎报名 谢谢 谢谢 拜拜